干掉的黏土不要扔 囤起来捏超大的天使嘟嘟喵 把干掉的黏土用不常用颜色的黏土黏起来 包成你想要的大小 再用我在陈光正强专卖店买的超轻黏土包裹一层 相对平整以后再包一层厚一些的黏土 拿出乐陶陶手工店买的羊角刷 刷出毛绒杆 捏出可爱的五官 之前有宝告诉我眉毛是圆形的 所以这次改进了 嘟嘟喵的脑袋就捏好了 身体也用一样的方法 天使嘟嘟喵嘟嘟是个爱心哦 胳膊和尾巴没有填充的 脑袋和身体连接起来 贴上小喳喳 尾巴用两种颜色拼接出来 刷刷刷刷 尾巴这样黏上可以站立 最后把可爱的天使小翅膀捏出来黏在后背 用胶水固定好 你们的大可爱嘟嘟喵就黏好了 粉丝投稿让我用废图捏超大的刀刀羊 正好又囤了一些废图 这么可爱的小羊我当然会出手 用不常用颜色的黏涂把废图都粘起来 简样包成一个圆球 明显突出的位置修剪一下 白色黏涂感薄把圆球包起来 搓一搓 洗头书搓出毛帽 压一个大坑把脸放进去 粘上头顶的毛帽 搓一搓 可爱的小鼻子小眼镜都粘上 腮红也打上 粘耳朵 小手小脚都粘上 用色粉上一些颜色 这就粘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爱特谁你们都懂吧 要记得加上谢谢 干掉的黏涂不要扔 一起来捏超大的黏涂圣诞树 把干掉的黏涂用不常用的黏涂粘起来 一直往上堆 一直堆 尽量堆成圆锥体的样子 搓一搓调整一下 铺一层薄薄的腿一粘土 主要是固定一下形状 不用铺平整 差不多这样就行了 拿出宝藏工具洗头书 随便一搓就是一个球 不用担心搓不圆 从底下开始粘 粘一圈第一层就粘好了 就这样一层一层往上粘 自尽又给你们挖到了一个宝藏活动 现在有机会 零五十元宝藏便圈包 限量一千份 12月31号截止 补买了好多手工材料 入口放左下角了 快充 一直粘到顶上 就可以开始装饰圣诞室了 我捏了一些简简单单的小装饰 放在上面 给大家参考 也可以DIY自己专属的小装饰 加上小炭灯增加氛围感 大家圣诞节都想收到什么礼物呢 当闺蜜说 她的嘟嘟喵还没发货 于是我拿出我的粘土和洗头书 用小量勺把粘土分成一样的大小 这样才能捏出一样大的嘟嘟喵 再加上她可爱的五官和耳朵 肥嘟嘟的小脸 肥嘟嘟的身体 还有可爱的小杂爪 软软的小嘟嘟 连接起来 尾巴就用两种颜色拼接起来 尾巴做支撑就可以站起来了 抹茶嘟嘟喵就拧好了 我又捏了西柚海盐和全子 赶紧把这四只可爱的小东西 拿给闺蜜去了 捡到一个小瓶子 用它改造一个蛋糕戒指盒 橘色粘土太多了 不用就干了 赶紧拿出来 你的有手就会的胡萝卜兔 这是闺蜜送给我的孤卡 就是说闺蜜送的咱也不能不喜欢 于是我从卡尔优品买了一些孤卡 各种款式很齐全 挑一个闺蜜喜欢的颜色 贴纸不够粘土来凑 拿出我从城光官方旗舰店 买的四地超新粘土 先简简单单捏个我喜欢的琳娜贝尔 捏好刷个亮光油 放一边亮干 捏几朵这样的花花 仅有一张贴纸的我也没得选 学着手帐博主那样随便贴贴 把我用粘土捏的简单小装饰 和成品小装饰放上去 刷上亮油 混搭风的粘土公卡就做好了 不知道闺蜜会不会喜欢 还有想看孤谁的粘土小補卡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被粘土不要扔 我又存了好多 一起来捏温泉猪猪啊 被土掰成这样的小块 用不同深浅的灰色土包裹上 就变成了石头块 就这样多做一些 非常节省粘土 蓝色粘土打个底 把粘好的石头块粘在周围 不要留缝隙 外面再来一圈 这样还不容易变形 调一个猪猪的颜色 随便捏一只可爱的小猪 眼睛鼻子都捏小小的 猪耳朵藏在毛巾里 再把身体和猪蹄子捏出来 肥嘟嘟的好想吃一口 烤乳中什么的就很不错 水用UV胶就可以了 放上捏好的沐浴露 小鸭鸭猪猪猪海洋球蛋糕卷 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欢迎交作业呀 闺女女儿想要个迷你小本本 于是我拿出我的小格子变签本 才成长方形给她们对折 再依次给她们背对背贴上 全部贴起来就像这样子 没有封面不好看 拿出一小坨黏土 量一下本子大小 用尺子裁出本子的外壳 本子叶放进去黏好 把做好的本子压在中午下面晾干 防止变形 最后捏点你喜欢的图案黏在上面 我随便捏个小花花示意一下 希望能看到宝门各种各样的小本本 这个周末一起捏起来吧 开学啦开学啦 今天来捏三粒欧小书包第二期 让我捏PT和帕恰狗书包的小可爱在哪里 PT我用了马卡龙色系的黏土 怕恰狗用了有点学院风的颜色 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搭配 简简单单的三粒欧小书包就捏好啦 四只已经拿不下了 下一期捏谁的呢 秋天真的来了 闺蜜让我给她用勾针勾猪式顺利 我寻思我勾出来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 还是用万能的黏土吧 一大一小的黏土球压点 像这样黏一起调整形状 再把叶子夹上 中间用丸棒压一个坑 塞一个超简单的黏土小猪猪进去 再捏一个 跟闺蜜一人一个 你觉得哪只更可爱呢 快捏给你的冤种闺蜜 一起猪式顺利 垃圾桶捡了个小杯子 这可是个好东西 赶紧用黏土把它改造改造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快艾特姐妹给你捏超简单的可爱发架 翻出来一个透明盒子 要不就用黏土捏个有手就会的花花礼盒吧 快艾特你单身的冤种闺蜜给你捏 其实都是看我送闺蜜礼物 今天给你们看看闺蜜送我的礼物吧 是王者官方正版的瓜剑 超经典的小鲁般电玩小子 这不是他书包里的游戏机吗 第二个小乔 应该没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缤纷独角兽吧 你你的彩虹扇子 每个人都会玩得安心 大大的耳朵比较有分量 蔡文姬也太贵 虽然我平时都用张飞东黄打斧 但也不影响我喜欢蔡文姬 带的也都很符合英雄的特点 质感蛮不错的性价比高 一共二十款英雄 快戳左下角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英雄 然后爱特尼的游戏打作 记得说谢谢 顺便问一句大家的本命都是谁啊 贝特